我還原一下剛才那個現場 就是說到底這件事情是韓國瑜故意 還是說韓國瑜不小心 事實上這件事情是大概在2點半之前 那時候各院會大家就有去通知到各個委員 說今天陳情非又改為書面 所以時間會比較趕 陳情非來不及嘛 他其實有立法院有通報嘛 11點30分跟1點50分各通報一次嘛 連續兩次嘛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羅明財他是接到電話的時候直接打韓國瑜嘛 然後說我院長我可能還有5到8分鐘 可能會死 所以可不可以等 韓國瑜是跟他講不能等 我們就是照規矩來 你如果來不及就改書面嘛 因為韓國瑜的意思是說 現場的行政官員都已經坐在那裡 對啊 所以我就說這個是民意的問題啊 就是說全民看到那個畫面 陳建仁也好王美花也好 所有官員大家坐好好那為什麼立法委員做不到這件事情 就是即使趕到這件事做不到 行政官員不會比立法委員輕鬆啊 行政官員比立法委忙多了嘛 所以來好然後就到這個狀況之後 基本上韓國瑜進去那因為現在一直有人在傳說那個周萬來講話他不停其實不是事實啦 周萬來從頭到尾都認同這件事情啦 這句話我敢在這邊放在這邊嘛 周萬來從頭到尾都認同這件事情 各位你仔細注意一個畫面 昨天上義夫上宮也說那個應該是民進黨立委放的新聞啦 那個是假的啦 我先講啦你仔細看 把那個 姓名貼 一個一個遞給韓國瑜的是誰 誰是周萬來 我都還聽到那個聲音各位你仔細從去看那個回放周萬來說 蘇曉慧 那個誰 那個誰 他剛剛講說下一棒是誰嘛 那包括事後周萬來他也有跟韓國在討論這件事情嘛 就大家都認為說這個東西沒有問題他是照意思規則走 那因為剛剛我們講很多說 理論上如果可以延宕 那我講另外一個極端狀況給各位聽就好了啦 那 請問一下我們用什麼樣的標準 來去判斷說哪一個委員可以延宕哪一個不能延宕 如果每一個都延宕各位12個就好了 每個都休息15分鐘 那我們要開會到半夜吧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通融的方法 但不是一個常態 我今天你壓線抵達攝影棚的時候呢 對 我就聞到你身上有濃濃的韭菜味 我本來期待有人會帶水煎包來的 對 大家要不要倒腰啊 我覺得不一定是韓院長的關係啦 大家知道這個韓院長到底是吃了什麼好吃的水煎包 是一定要吃呢 跟大家講就是這一間 這個章季韭菜水煎包 章季韭菜水煎包就靠近這個西門町的附近 公車站也很快就可以到達 非常的方便 所以本人我今天 11點半就到了現場了 到了現場 我跟你講我在外面排隊 他說要先排隊 那我就在外面排隊 要進去的時候 我說我要外帶 你知道外面還有更多人在等外帶 他們手上都有拿著一張黃色的這個號碼牌 然後裡面也都坐滿人 而且裡面有好吃的那個什麼綠豆鹹軸 我覺得蠻特別 他應該就是 餓了餓了 餓了啦 12點 對 就是北方的料理啦 然後有很多的小菜 真的非常香 不只如果你怕你這中午吃這個韭菜水煎包 吃完之後打嗝會被人家不喜歡 你可以吃這個高麗菜的 所以我認為這個 我們這個韓種 韓種的品味還是有 對 還是有的 聽說他的韭菜水煎包蠻高價的 28塊一個 真的喔 對 但是其實我覺得算台北物價算可以啦 台北物價 高雄來的 高雄人嚇到了 高雄的韭菜水煎包一個多少錢 8塊吧 15塊左右 對啊 韓國瑜以前應該都吃高雄的啦 對啊 但是這件真的很香啦 所以我是推薦大家可以去啦 另外我是覺得像這個 關於韓國瑜上禮拜五這個事情的發生 還是他吃了韭菜水煎包 然後因為就是打嗝嘴巴一直有那個味道 所以情緒不好嗎 這我不清楚 但是我是覺得是這樣啦 因為韓國瑜照道來說 就是法理情應該是非常講究情理法的人嘛 我想這個我們這個 黃捷 黃捷委員肯定非常清楚 因為他在這個 這個議會的表現 這個這個市長 肯定也都是這個比較 這個屬於這個 情理法的部分 就沒想到他當上院長之後 他走的路訴就是法理情 所以才會讓大家shock 覺得 韓國瑜怎麼會這樣 他到底是要想訴為什麼 但我覺得不是啦 依照韓國瑜的個性 他恐怕不是故意要去找民進黨麻煩 而是他自己不小心推倒了那個骨牌 說實話 如果當初議事處的人 有先跟院長在那個門外面講說 院長 Stop 先不要開那個門 為什麼 因為 這個所謂羅明財委員還需要等三分鐘嘛 那要不要等他一下 或者是說他要進去的時候 第一個羅明財委員沒有到 那他是不是要想辦法說 要怎麼樣去休息 我覺得那都是一種方法 但是其實就是如果懂議事規則 都知道韓國瑜沒有錯 可是今天你當了一個主席 為什麼要學議事規則 學議事規則的原因就是要你 讓會議開得順利嘛 其實我也開過股東會 他也很順啊 他很順的趕快把它唸完 其實也開過股東會嘛 你所有股東都要到現場 這些事情是很難的 所以你會聽到不斷的休息 不斷的怎麼樣 都是為了要股東人數出席過半 那今天如果我們都按照這個 所謂的議事規則走的話 其實立法院有非常多的會 是不方便開的啦 我講實話 那只是說韓國瑜突然間 我認為他自己是情不自盡 自由的靈魂忽然間 奔放了起來 畢竟是在Friday 那所以我認為這個事情已經過了 但是我是希望 就是三黨的總召啊 真的要趕快去開這個 超級協商 就是協商 趕快讓 這些立委 還沒有 就是咨詢權 取消的立委 趕快恢復 我覺得這才是 震驚事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琪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 小鈴鐺